阿水 阿水 你查一下沈月南 跟李智杰之间的银行流水 看看有没有大笔支出 好的 瑞塔 你整理一下 洛氏集团 因舆论造成的公司亏损 尽快给我 好的 佳晴姐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去 我没喝多 我现在还能跟你 那该你 特别清晰地说 于笑笑 就算跟洛家衡 分开 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因为 喜欢一个人是不可能让他 就这么等着不去找他 所以他心里 对你没有一点点的喜欢 喜欢你的人是我 只有我才付出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我一直都跟你说过 我从一开始就没喜欢过你 我 我对你没有感觉 感 感觉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呀 我已经往前卖了九十九步了 卢神 你只需要往前卖一步 保着你往后回头看我一眼 我一直都在那儿 我从来都没有走开过 好吗 对不起 喜欢是要尊重的 我 我希望你也能放下 行了 别喝了 我帮你叫车了 回家吧 带总 我又不会剽窃你们珍贵的设计果实 你至于像防贼一样防我吗 当然要防着点啊 你这小脑瓜子聪明的狠 这 这 这不都是我的设计吗 你 你怎么这么好呀 谢谢你 你这是要哭啦 我才没哭呢 网上的评论我都看了 大家都很喜欢你的作品 连V杂志都给你点赞了 这可是我们国内顶尖的时尚杂志 这也说明啊 我们笑笑 即将成为下一个 顶流设计师 就是 不知道 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有 当然有啊 要对自己有信心 虽然这次设计没有你的名字 但你在我心里呢 一直都是无冕之王 要不你干脆来我公司上班得了 我照你 应夕 谢谢你啊 我会处理好这些事的 行了 别瞎想了 我带你喝咖啡 走 我之前就说了 下部的项目 你不该参与 这是我工作上的事情 你管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好 那我们两个打个赌 就赌计划 恒星的事情曝光了 舆论把笑笑推到风口浪尖上 他们两个依然不可能分开 如果他们分开了呢 如果没分开呢 你就要跟我合作 对不起 月娜 我是不会再让你伤害笑笑的 果然 给沈月南的钱 都让他自己给吞了 佳星姐 那接下来怎么办 我已经证实 通过散播流言的方式 对个人生育 以及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 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准备好起诉流程吧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你 王泽的设计方案 和我一模一样 对 我做的 蜜亚 我的礼服被剪 也是我 那下步 那包光横行 当然都是我 也是你 你处心积虑这么久 设了这么多局来害我 都是为了陆参 那不然呢 从大学到现在 你喜欢了陆参几年 就恨了我几年 忽然 山城杯的时候 要不是你的忽然出现 就是我站在灵井台上 人满了 可是明天就截止报名了 走吧 那我今年 又参加不了山城碑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同学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不好意思啊 笑笑 陆师兄 你也参加山城碑啊 我们得正好少一个人 要不你加入我们 我听越南师姐说 她好像要加入你们队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越南 她没找我呀 要不 您考虑考虑 你要是再不加入我们队 我们队可就要开天窗了 那 我问一下越南师姐吧 你不用问她 你还担心她呀 她成绩这么好 肯定早就被别的队伍抢走了 我告诉你 这次的山城碑 我们队可是很有信心 拿下冠军的 那 那太好了 师兄 我正好有一个 超牛的创意 真的啊 怎么聊聊 我跟你说 你看啊 我们这儿的楼 你这个创意很不错啊 是吧 那天在后台窝捧着花儿 是要跟她表白的 你猜她跟我说了什么 千万别让余笑笑看到了 我不想让她误会 那天在后台窝捧着花儿